60%的德国人,都是以租房为主,这里不分男女老少,甚至是月薪过万欧元的很多德国人也都是租房,他们可能一个房子租期超过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都在租房,而稳定的,以保护租房者利益为主的租房政策。 几年下来租金不变,房东不得随意涨价。房屋租金应该按照各地政府的指导价格,要求三年内租金涨幅不超过15%,超过这一价格的20%,算是违法行为。 房客有权将房东告上法庭,超过50%的。房东被认为赚取暴利,可入狱三年。 这让很多人选择了租房,这里没有中国式的户籍制度。 当您换了一个新城市工作学习或生活时,您只需在当地E-Regard登记注册就行了,不会影响您原先任何生活。 因为租房,您无需担心租金的突然涨价,或额外付税。 也不用担心子女上学户口问题,更无需担心医医疗、养老等问题。 因为这些原本就应该和租房没有任何关系。 在德国会有部分人住住自己的房子。 注意这里说的自己房子的概念是你只要不在里面做违法的事,没人可以轻易剥夺你的私人财产。 你就是把房子拆了也没人管你,他这辈子是你的,下辈子也是你子孙的,而非几十年的使用权。 通常拥有私人住房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新购买者,这部分人一般会自己去住,而非投资。 因为德国近十年来,房价是涨幅最慢的了。 另一种是资本家,可能两百年前这房子住的就是他的曾祖父。 德国人的住宅 其实对于德国人的住宅而言,无论是之前住在德国人家中,还是后来去过的德国朋友家中。 大多数德国人的住宅,给人最大印象就是,干净。 尤其是厨房,洗手间尤其干净。 甚至衣尘不染。 没有水渍。 虽然你会看到很多外表朴素,甚至有些老久的房子。 但室内的装潢或摆设,一定是非常考修的。 比如一个1937年造的房子。 里面的马桶、浴池和洗手台,居然是与泰坦尼克号一等舱同一装潢品牌。 德国人的住房有一个特点是, 无论新房老房。 暖室是必备的。 而几乎没有一家装空调的。 这当然与他们的气候有关。 厨房。 我见过很多德国人家最漂亮的地方就是厨房了。 看不到油渍、水渍,甚至做饭的痕迹。 这里摆放的不是柴米油盐,而是鸟语花香。 厨台上一定有一盆盆颜色明快的花花草草。 洗手间。 要说第二干净的地方,一定是洗手间。 你可以光住脚在洗手间里走动。 甚至很多德国人,喜欢在洗手间地上铺上揉毯。 这里很难看到水池里是潮湿的。 地面是有水滴的。 客厅和餐厅。 德国人的客厅和餐厅,一般是分开的。 多数情况下,餐厅是在厨房。 但无论在哪,餐桌上一定是整洁和干净的。 一般会放住放有胡椒、盐的小容器,或是杯垫花瓶等。 或是,是最为隐私的地方。 相比较厨房和卫生间。 这里相对乱了一些。 他们喜欢铺上地摊。 但有一点不便就是干净。 Winter Zimmer,直译为冬天房间。 很多德国的独栋别墅里,会有这么一间房。 看似不起眼的房间,却蕴含了很多科学设计。 玻璃设计。 充分采光。 保暖效果极佳。 很多德国人用做花房或书房功能使用。 储藏间。 顾名思义这里存放住杂货。 在一些独院别墅,或德国乡下。 家家户户也会有一间储藏屋。 这里一般放住房子主人的兴趣爱好,或做其他功能使用。 比如这可能是一间木匠的工作室。 汽车爱好者的该装厂。 猎人的军械库。 或是农民的柴火房。 德国房子里的小细节。 德国的窗户都是往里拉开的。 而不是推开的。 这样方便擦拭玻璃。 窗户有两种开启方式。 一种是传统横向内拉开启。 一种是纵向小角度倾斜。 新的马桶水箱,都是镶嵌在墙壁当中。 节省空间。 同时意味着其零件要确保长时间在无光潮湿中,还能有效使用。 多数门把手都是L型下压式。 方便您手提重物。 仍然可以开门。 大面积方形开关。 还是为了方便考虑锁设计。 比如灯、门铃、锁的开关。 所有的电源插座都是凹线式的。 确保电器插头与插座连线后,不会有金属,漏在外面产生安全隐患。 几乎所有的暖气,都有五个档位调节。 节省能源。 随用随开。 不用可以及时关闭。 每个窗户都有金属拉放式窗帘Jalosi。 这个不仅有遮阳的功能。 据说全部拉下来还能降低噪音。 最重要的是出门远行还能防到。 全部放下来就像多了一层金属窗户。 还可防丧失奥。 德国的被动式新住宅。 所谓被动式就是无需主动行为。 仅住房本身就可将温度湿度等调节为最适合居住的状态。 德国的新型住宅最大的特点就是环保节能。 这种新型住房,可以节约40%的采暖、水电等费用。 这样的建筑,不仅用于民用住宅。 还可用在工厂及办公室。 热保护。 包括隔热屋顶。 地下室天花板。 组热外墙和门窗密封借口。 中央通风系统。 使室内空气、预热过的室外空气。 或预室厨房的热空气进行交换。 加上地热交换装置。 采暖效率高达95%以上。 废气冷却。 屋内大量水蒸汽通过冷却。 热量回到房间的热回圈中。 热泵系统。 可以提取地面、地下水、及空气中的热量。 增强屋内的热回圈。 太阳能。 安装在屋顶的太阳能板。 吸收太阳热量。 传送到储存器中。 以供给所需。 自然采光设计。 窗户面积和倾斜角设计。 让室内最有效的吸收自然热能。 增加屋内热回圈。 德国的高档弹弓楼里,会采用相关技术和其他恒温恒湿技术。 让整个弹弓楼里,全年达到最舒适的恒温恒湿节能环保的效果。 And,了解更多建房行业资讯。 关注新兴国际。